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好了 主播观众 这个月22号 空军官校一台编号 0851的AT-3教练机 是在马柏拉斯山附近失联 经过这几天的 国军入空搜寻之后 在今天早上 已经是找到了 飞机的部分残骸 不过在中午左右 军方传来一个消息 就是搜救人员 在驾驶舱上面 找到了两名飞官 而两名飞官都已经是罹难了 可以说是这个消息 让大家相当的难过 军方是在今天上午 大概6点38分左右 在AT-3光点消失处西北方 大概是两公里的地方 先找到了飞机残骸 然后加派兵力 扩大搜寻的范围 在中午左右 找到两名飞官的遗体 在现场军方也发现了 山壁上有一片的烧焦的痕迹 怀疑这个飞机 可能是直接撞上山壁 两名飞官来不及逃生 才会双双的 葬身在驾驶舱里头 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现在军方也开始在研究 该怎么样把这个遗体 给运下山 因为当地的气候状况 可以说相当的不好 直升机根本没有办法靠近 因此可能没有办法 用空运的方式 但如果是用人力接驳 当地的路况相当的险峻 用人力接驳的方式 要把遗体运下山的话 又得花上非常多的时间 因此现在军方也相当头痛 该怎么样把这个飞官的遗体 给运下山 赶快的交给家属来办理后事 考虑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